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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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还旅游了 是吗 这没什么不好的 这又让我想到那首诗啊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以老 君恨我生时 我恨君生早 恨不生同时 日日与君好 我们从结婚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你们是在生理上是有问题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这个孩子四十岁的时候 你多大了 五十四 对 你五十四了 跟他在一起怎么相处 在生理上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 也是不协调的 相爱容易相处难 因为想想他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 可能还没有你经历的多 你们两个在一块 可能人生观价值观就不一样了 我也谈过姐弟恋 你小多少 小多少 小大过于十四 对吧 对不对 不要那么扭捏嘛 做都做了 怕别人说 是吧 这没什么不光彩的 多少啊 十六 十六 又打破了一个记录 但是 前提是要他主动 你感受到他对你有意思 有一次 明天晚上我们俩就坐着喝着的啤酒 就说小语 我说你想找什么样的 我刚才有说 我就想找姐这样的 就找姐 她说这意思什么的 我也会做饭 然后我洗衣服什么的 回来了以后 感觉有家的感觉 由此有没有关系 更进一步啊 就这样的 你看他脏嘴闭嘴姐 其实 人家不叫你姐 你想人家叫你叫什么 我感觉 就像人们仓说的那一句话 说人人的生命当中 应该有一次 说走就走着旅行 也应该有一次 奋不顾身的爱情 说得好 既然他年龄小 我先喜欢他的 我想 我想主动一点吧 你是真爱他 我完全能够看出来 但我也会想到 奋不顾身的爱情 总是存在的 可是奋不顾身的婚姻 往往是痛苦的 亲爱的 我们不要想那么远的事情 好不好 对 因为呢 即便你们是 零零相当 背景相当 什么都很相当 三五年就散了 多的是 人生苦短啊 但是你要小心了 一个比你小 十四岁的男人 他能够接受你的爱吗 其实上 他用了一个计谋 他寻寻善诱 就是希望 他们能够从你那 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呢 又不上这个套 就把你吊着 他在吊你胃口 所以这个男人 是很危险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感觉 他能接受我对他的好 那就是证明他喜欢我 但其实我并不会认为 他们是一个情侣的关系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他认为你是一个大季节 我感觉一夫 不可能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难道你们两个 真有牵手吗 牵手 牵了吗 牵手 有人要我牵他吗 那你们俩有亲吻吗 这个没有 我们都是纯洁的 没有 就因为你们现在很纯洁 所以我觉得 可能更多的感情 是在姐姐和弟弟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情侣之间的关系 我还是那句话 长得他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 他能让我改变 能让我的心育死的一个女人 能重新燃起这种感觉 我感觉都迟了 38岁的张力因丈夫过错离婚 拥有多栋房产 离婚后张力一直单身 现在却因为租房 对比他小14岁的房客 杜鹏远一挽情深 在张力的叙手中 房客杜鹏远 对他的追求和关心都有回应 却因身份和年龄的学书 无法对他大胆表白 所以他今天鼓起演戏 来到节目现场 相比自己小14岁的房客告白 如果事实真如张力猜测 杜鹏远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受他大胆热心的告白吗 我们更多的人是希望 他能够开心的更长久一点 不管他们之间彼此 到底能不能走到婚姻的殿堂 至少不希望到分手的那一刻 你也伤心 他也伤心 你觉得呢 来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 按线旁边 来 问你几个问题 小勇要是今天不来 不愿意跟你挑明 怎么办 硬不会吧 他很有可能不来啊 其实我 心里也特别忐忑 如果他今天来了 他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只把你当姐姐 甚至是当母亲一般的温暖 不可能 如果是呢 第一 我感觉不会 如果是呢 我想问你 假 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那只能让我自己自作多情嘛 你会恨他吗 我不会恨他 你还会让他住在那吗 会 如果小远今天来了 接受你的告白 甚至愿意跟你结婚 你会做婚前财产公胜吗 公胜的话 我感觉 不用了吧 不用了 最后一个问题 我喜欢的东西都无所谓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的父母 严实反对 你怎么办 如果父母反对的话 我想 用我的行动 用我的努力 去 去跟他父母尽量沟通嘛 行吧 让我们一起倒出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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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二十四岁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当然有 他跟你以前的女朋友比起来 你感觉如何 很成熟 会照顾人 真的 那你如何介绍你现在 跟他之间的关系呢 我一直把他当一亲姐姐 你要注意 你说话必须言辞准确 肯切 因为这是一段 奋不顾身的 三十八岁女人的爱情 你到底与莉姐之间 你一界定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男女关系 朋友 姐姐 你确定 确定 不是这样的 有朋友老是给你送礼物 什么的吗 有朋友 两个人一起擦青绿衫的吗 你说吸引吧 行吗 这样 我们给他们一个单独的独处空间 先进入告白时间 你把你所有的困惑 想法都直接告诉小远 说得清清楚楚 一心二百 好 接下来是 张力的告白时间 小远 小远 咱们俩 在一起 也快一年了吧 今天 出你来的第一天 我对你有好感 在你来的这一段时间 我的改变 你也能看得到 我从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变成一个爱交流的人 你陪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那天你下班 我在家等你 其实我自己都忘了 我的生日 你回来 你拉着我 你会 历劫走 我跟你说点事 你还记得吗 进房间以后 你把所有灯都关了 然后 你给我唱 生日快乐 我 我 38岁了 没有过过一次这样的生日 真的 你 那一次让我特别特别感动 我就让你开心些 其实 你每天上班走 我应该在家 我哪都不想去 我又盯着大厅那表 我就看 初上我看得下 我就想等着你 等着你回来 我感觉 你回来我给你做灯饭 我都很开心 真的 姐 咱俩 真的不可能的 为什么 以后你 你也可以不上班了 真的 室里面的也放房子 如果大家在一起 我可以把房子的名字 够付给你 我可以让你赴出所有 行吗 你不要再拒绝姐了 行吗 咱俩 真的不可能的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 你不是说不定 我是什么 我还是喜欢我 我都是控制你 我老是 把两散人看起来 室里面